大约100名韩国抗议人士在临近韩朝非军事区的韩国泼州市林金阁公园举行集会 抗议朝鲜最近的这一挑衅行为 韩国抗议人士朴先生说 朝鲜埋射地雷违反了韩朝签署的停战协议 我们的两名军人受伤 腿被截肢 韩国公民以及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当谴责此类挑衅 我们同时要求严厉惩罚朝鲜的挑衅行为 韩国国防部星期一公布的画面显示 韩朝非军事区上星期二发生地雷爆炸 当时韩国军人在非军事区铁丝网附近 韩国一侧进行例行巡逻 爆炸造成两名韩国军人受伤 其中一名军人双腿被截肢 另一名军人失去一条腿 韩国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司令部的调查显示 爆炸产生的碎片来自朝鲜使用的木核地雷 首尔表示 平壤将为埋设地雷的挑衅行为面临严重后果 韩朝非军事区建立于1953年 是一条沿韩朝边境四公里宽的缓冲地带 非军事区内埋设有地雷 加设有铁丝网 两侧共有至少100万重兵和重型武器把守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现在的双腾里将军事区建立了 采访里面的火灭